作为一名真的能看见鬼的中二病 尤里亚感觉在体育仓库受辱了 但是他绝不认输 是要让剑子看到自己的实力 与此同时 小花告诉剑子 上次他们在神社拍摄的合照 目前网上获得了超多的点赞和评论 剑子看着头顶厮杀的两头鬼灭色苍白 小花却觉得自己很有拍照天赋 他甚至还买了拍利德 决定走遍各地拍摄出好看的照片 剑子回想起他那极其容易被鬼缠身的体质 觉得小花拍的是照片 是白鬼剑上兔 剑子正想劝小花打消这个念头 小花直接对着剑子咔嚓一张 剑子一看图 她后方闪过一个黑影 小花还如痴如醉地欣赏自己的技术 尤里亚一看 小花也太有才华了 撞鬼的效果都能拍出来 小花认出来 啊 这是被剑子绞杀的那妹子 尤里亚说她知道有几个风景贼拉好的地方 小花当即兴奋起来 问位置在哪里 尤里亚趁机开口 要是小花不介意的话 她下周可以带两人一起过去 毕竟小花这样的才能浪费了 可就太可惜了 小花感动的抱住尤里亚 剑子错过了最佳的劝导机会 但尤里亚其实是想借小花试探剑子的实力 能让教母都折服的女人 她绝对不会低头认输 两天后周末到了 尤里亚如约将两人带上了山 山上的隧道 按照尤里亚的话 穿过这个隧道 就能抵达风景很好的地方 尤里亚微笑 其实这个隧道是圈子里有名的聚集地 要不怎么说 不作死就不会死 人家都是避开这里 尤里亚却想试探剑子的实力 非要往这个地方来 完全没有考虑过剑子要是翻车了 三人不会暴毙身亡吗 尤里亚带头冲锋 两人也只好跟上去 这是小花被水滴吓得尖叫 尤里亚回头看她 这时剑子发现 自己的鞋里有石子 低头摸出石子往后一丢 尤里亚一回头 就看见这一幕 再看剑子扶住地面 起身拍手 其实剑子这一下就是没站稳 但落在尤里亚眼中 就是剑子迅速不下结界 剑子起身 还以为尤里亚担心自己 于是开口解释 没什么大不了 别担心 尤里亚骇然 瞬间不下结界 却说这没什么大不了 尤里亚认为剑子 是故意展示自己的实力 这时剑子发现 后方有亡灵出没 尤里亚也看见这些脏东西了 剑子赶紧去案 本就有些害怕的小花一看 这时尤里亚叫住小花 难得拥有这样强大的才能 因为是害怕就要放弃嘛 走过隧道 就是大千世界呀 剑子一看她身后全是鬼 这哪里是大千世界 分明就是地狱绘图 小花却被鼓励 打起了勇气 这时尤里亚提议 正好克服了心理阴影 不如就在这里拍摄一张图吧 于是剑子成了模特 被迫站在隧道里拍摄照片 小花让她摆个上向的姿势 剑子看左边 烂了半个头的男人 再看看右边 与左边颜值不相上下 她后方还站着一个 吊着脑袋的女人 剑子只好低头看地板 没想到 小花觉得这姿势不错 咔嚓就是一张照片 效果堪称完美 尤里亚一看照片愣住了 原来剑子身边有这么多鬼 剑子却知道好友的能力 开始怪起来了 再看身后的隧道 全部堵满了鬼魂 剑子觉得 他们得在事情闹大前离开 然而怕什么来什么 剑子就听身后 传来锁链拖动的声音 她一回头 好吗 一个身体嵌合在游戏桶 浑身扭曲的女鬼 出现在三人身后 这时小花决定一往无前地冲 剑子抬手想阻止她 却见到女鬼 伸出锁链 尤里亚看不见恶灵 在她视角内 就是剑子伸手握紧拳头 恶灵瞬间爆炸 她大害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雏灵 剑子却以为尤里亚也能看见 于是对她使了个眼色 快逃 尤里亚却以为她的意思是 到你了 给我整个活 尤里亚不服输 对旁边能看见的小鬼开始犯病 剑子明白她压根没看见 于是想要上次那招下小花 她刚说后方有蜘蛛 就见那女鬼突然发颠 将整个隧道内的鬼魂吃了个干净 并且完成了超进化 尤里亚大惊 剑子一举蜘蛛 竟然就能消灭这么多鬼魂 再看看她 竟然连普通小鬼都没法消灭 这时女鬼发现遗漏的小鬼 当场将小鬼捏碎了 尤里亚还以为是自己驱除了小鬼 当即美滋滋的看着手傻了 期间还不断问剑子看没看见 这时女鬼冲到了她身后 剑子下意识拉了一把尤里亚 尤里亚还不断问她 看没看见自己驱鬼 女鬼一听 就知道剑子看得见鬼魂 立刻张大嘴要攻击三人 剑子将尤里亚往怀里一拉 今天真是遇上猪队友了 眼看女鬼的攻击就要落下了 这时 神社的虎鬼双子出现 挡下了女鬼的攻击 将她的超进化打掉 对方剑打不过 掉头就跑 剑子松了一口气 好在小花没有继续往里冲的想法了 而虎鬼双子对着剑子 做了个一次的手势 最后三人踏上了回家的公交车 小花有些惋惜没能去 剑子还在想狐鬼的事情 尤里亚却明白了 她和剑子之间的实力差距 小花见俩人愁眉苦脸 立刻上前拍摄了合照 最后 给他们一人发了一张照片过去 这还是尤里亚第一次交上朋友 三人最后去了甜品店 尤里亚还在思考 为什么隧道会这么多恶灵 就看见小花吃了美食后 生命力饱棚 甚至烫死了一只脚边的小小老头 这时剑子给尤里亚 递了块新红饼干 尤里亚大惊 这是什么意思 暗示自己要是说了嘴了 她就给自己点颜色看看 几天后 剑子和弟弟去商场给母亲挑礼物 导过员推荐剑子 去更衣室换上试试 弟弟一想 反正剑子和母亲差不多高 于是怂恿剑子去换裙子 他就在门外守着 殊不知 最大的危险 此刻就在门内 剑子这才刚换好 就发现背后多了个导购鬼 这鬼魂还挺爱感敬业的 上来就夸剑子穿着真合适 要不是公借等不耐烦 闲开不连 剑子恐怕会当场崩溃 弟弟赶忙夸剑子穿裙子也很好看 剑子表示不换衣服了 干脆的去结账 主要是他没有勇气再去换了 随后 剑子和弟弟去了另一家店里买礼物 两人上了地铁后 弟弟呼呼大睡 这时剑子就看见有不得了的东西 从隔壁车厢出现 这家伙手里拎着斧头和设披带 居然沿着剑子坐的这一排位置 一路砍了过来 他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但剑子丝毫不在意 他只想知道 要如何才能迅速逃离现场 他刚推了弟弟 就看见对面射出起身准备下车 那鬼魂立刻追上去一蹲乱砍 剑子僵硬在原地 只能眼睁睁看着鬼魂回到原位继续砍人 然而 被砍中的人似乎也没什么事 剑子觉得自己能撑过去 这时 他发现旁边的乘客口吐黑气 这斧头鬼一刀下去 居然在这人身体里拽出个鬼来 剑子目瞪口呆 却不敢暴露自己看得见 斧头鬼的镰刀已经高高举起 剑子脑中回忆起此前撞过的所有鬼 感觉看见了自己的走马灯 此刻 地铁进站 剑子睁着眼睛 看着斧头从自己身体里拽出去 随后 别的乘客上车 斧头鬼追着其他人走了 等弟弟醒来后 就发现剑子站在车门口 还没到下车的地方 竟然就下去了 剑子说自己要去买内衣 弟弟误以为剑子生理气道了 不由得叹气 女孩子可真不容易 昏然不知 剑子刚才经历了什么 几天后 剑子和小华帮老师送文件 女老师怀孕有一段时间了 明天开始就要休产假 这时剑子惊讶地发现 老师身边飘着白色的灵魂 她有一些犹豫 要不要告诉老师 却发现 那东西竟然贴上了老师的肚子 剑子挣扎了半天 终于开口叫住老师 提醒她最近要小心一些 下楼梯或者走路一定要注意 老师沉默了一下 随后告诉俩人 这次一定没问题 小华一愣 女老师这才说 其实她这是第二胎 第一胎没能生下来 是个小男孩 所以这一次 她会带着孩子哥哥的那一份 好好疼爱她 这时剑子才发现 那白色的灵魂 屋子伸出一只小爪爪 似乎抓住了母亲的手指 剑子点头 她相信这次一定没事 告别小华 在回家的路上 剑子无视了电线杆上的鬼魂 她开始思考 自己看见的那些东西究竟是什么 她又该以怎样的态度 去面对它们 正这么想着 剑子发现 前方射火机面前站着的恶灵 她本来想好好面对 可看见对方扭曲的外貌 剑子就知道 不可能 这玩意儿 太吊散了 她假装买饮料 然后摆脱了恶灵 第二天 小华说自己 看到贩卖机上有飞蛾 虽然很想喝饮料 但因为克服不了厌恶 所以她还是换了便利店去买 剑子点头 果然还是装作没看见比较好 这时 新上任的老师进入教室 剑子惊恐的睁大了眼睛 因为这个叫原野善的男人 可不就是前段时间 那个想收养猫咪 却因为身边有猫咪恶灵 而被剑子拒绝的人吗 而今天看过去 男人身后的猫咪恶灵 比此前还要多出好几只 至于收养猫咪的光头男 每天都在纠结 买哪个罐头喂猫更合适 选好罐头后 光头男又买了一块蛋糕回家 头喂了猫咪 又用蛋糕祭奠了房契 可恶 铁汉柔情是吧 那么本期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小白 报告一好机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